嫂子今天下河抓了些小鱼 这些小鱼活力四射 都快蹦出来了 嫂子决定做一道风味烤鱼干 先用井水把小鱼清洗干净 捞出小鱼备用 然后将一些调料放入盐波 用盐杵捣烂 嫂子用竹签把小鱼都串起来 从鱼头直接穿插到鱼尾 所有小鱼都穿成串了 接着给小鱼撒上调料汁 将香料涂抹均匀 处理完食材后 嫂子准备用甘草生火 嫂子点火后用嘴吹了一下 让火烧得更旺 切点小米辣蒜头 一碗秘制蘸料调制完毕 嫂子把小鱼放上烤架 用铁钳不断地翻转小鱼 确保小鱼两面受热均匀 等到小鱼两面烤成金黄色 烤至鸡精冒油 小鱼烤熟后直接装盘 嫂子拿起一串烤鱼尝尝味道 鱼肉焦香可口 嫂子做的烤鱼不比外面饭店差 再蘸上一点秘制酱料 味道更上一层楼 炎炎夏日来一杯啤酒结束 烤鱼配上啤酒 畅快无比 点赞关注下期再见